财富可以积少成多,一直绝壮成长 怀下一代更好遮阴,无据未来任何风雨 太平人寿香港诚意推出 《世代传承》系列之 《迎进世代储蓄计划》 让你延续财富增长,并传承对家人的爱 《迎进世代储蓄计划》提供以下保障优势 转换受保人选项,累积财富世代相传 计划可以无限次转换受保人 保障年期亦会延长至替代受保人130岁 保单价值随岁月滚全增值 保单延续选项,为至亲全成财富 假如已选择保单延续选项 如果受保人不幸新雇 受益人将会成为新受保人 假如已雇受保人与保单持有人为同一人 受益人亦将会成为新保单持有人 派发红利助理财富增值 在每一个保单周年日派发非保证现金红利 可以继续累积生息 用作缴付保费或提取以应付不时之需 除了现金红利 非保证中期红利同样每年派发 但只在指定情况下才会支付 中期红利转换,理财更灵活 客户可申请在指定日期 将中期红利转换为现金红利 既可赚取利息 亦可随时提取应付所需 就好像寿保人陈小南 陈爸爸在他零岁时 投保太平人寿香港 应进世代储蓄计划 为小南的未来作长线稳健增值 陈爸爸选择供款三年 每年保费为25万美元 总保费为75万美元 而他还减损了预付保费 博享保费优惠 小南18至21岁时 到海外升读大学 每年预计开支需要7万美元 四年合共提取28万美元 在小南26岁时选择创业 再次提取50万美元作为创业资金 当小南到了35岁 决定组织家庭 于是选择提取125万美元作为开支 办理人生大事 小南65岁时决定退休 打算将剩余保单价值一部分 安排退休生活 另一部分传承给下一代 预计退休开支 大约每年37万美元 一共25年提取总数925万美元 而最后保单价值总数 接近470万美元 将会全数传承给下一代 投保了《迎进世代储蓄计划》 不单只保证了小南的风性未来 更可以守护子孙 如果由始至终 都没有提取过任何现金 预期在小南65岁时的总现金价值 包括非保证金额 更超过3700万美元 即是相等于以轿保费总额的51倍 助收风石成果 太平人寿香港《迎进世代储蓄计划》 一份保单 涵开个人各成长阶段 同时成就几代人生 家族财富代代相传 今天 若果你也希望为自外延组美好的将来 欢迎向我们查询相关资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